中国高端输电技术首次进入欧洲 国家电网中标德国海上风电工程 国家电网有多厉害 让全世界电力系统讲中文 近日根据国家电网消息报道 欧洲输电网运营商发出了中标通知 确认了由中国国家电网智能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与美国一家电力公司 以及南瑞集团中电瑞普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为德国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的总包商 这标志着中国高端输电技术首次进入欧洲 中国国家电网首次进入欧洲 同时这也将带动中国半导体器件 高端电力装备海上风电等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电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能量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在2010年之前 停电这件事在中国虽然不算平凡 但也是常见的事了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买蜡烛回家备用的习惯 每到晚上停电的时候就点上几只蜡烛 凭借着微弱的灯光再继续着晚上的生活 大家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回忆 但在如今的2022年 不知不觉中停电点蜡烛这件事 已经成为了尘封的历史 蜡烛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你要想在小超市买一根蜡烛 可能都不见得买得到 如果不提这些我们可能都意识不到 停电这件事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只能说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潜移默化中变得越来越好 在不愁用电的便捷生活背后 是中国国家电网在一次次克服困难挑战极限的过程中 突破了电力科技成为世界电力的天花板 在国家电网历年来发布电价幅度增长时 都会有很多抨击国家电网的评论 像为什么不对国家电网进行反垄断调查和处罚 国家电网垄断涨价是在割14亿老百姓的韭菜 国企赚钱就是中国的耻辱等类似的话语 无不充斥着因为国内优越的生活基础 而造成的对世界认知的偏差 在这些人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舒适便捷时 印度还有4亿人用不上电 断电限制负荷导致的间断性停电也时有发生 当这些人在寒冷的冬日里吹着暖气时 欧洲因为寒流造成163人被活活冷死 2021年年底 欧洲天然气供应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以及气候影响 造成欧洲电价飞涨 整个欧洲的电价年创历史新高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电价上涨幅度是原先的三倍多 每兆瓦时175欧元 英国更是创下了每兆瓦时183.84欧元的新高 这是什么概念 初步估算一下 在这高昂的电价之下 一个家庭的正常用电 甚至可以说稍微节约一点的 每月光电费支出就已经达到了5000多元 导致了欧洲许多民众用不起电 去年年初 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遭遇了冬季风暴 造成的大面积停电状况 是超过400万人遭遇停电 甚至一名年仅11岁的男孩 在家中死于由长期处于寒冷环境所导致的低温症 这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中国国家电网通过垄断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最新的各国居民电价表显示 以美元每千瓦时为单位 德国居民电价最高0.395 其他欧洲国家基本上都在0.3以上 其次是美国 日本 韩国等国家都在0.2以上 而中国的居民电价排在了最后一名 只有0.084 世界各国的电价水平都大约是中国的5到10倍 这就是国家电网通过垄断给人民带来的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也在前段时间发表 电力相关的统计文章 文章提到因为疫情原因 为了给国家企业减负 国家电网全年免减电费926亿元 这就是国家电网通过垄断带来的 带来的是中国民众可以不用为基本的电力罚愁 中国企业可以在特殊时期得到电力政策的关照 我们前面提到了 印度有4亿人用不上电 并且断电仍旧时有发生 这让印度网友们不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同样是十几亿人口的中国 真的存在24小时不断电吗 中国网友还没说话 就有外国人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其中一个外国小哥说道 我在中国住了五年 在台风期间我们断电只有15分钟 我曾经在中国广泛旅行过 去过中国四五线的城市 在一些村庄和务工人员的聊天中 似乎没有人记得上次停电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们要知道中国是特殊的 是世界上少有的人口数量达到14亿多的国家 曾经电力问题在中国也十分严峻 如何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4亿人口都能用上电成为了最关键的问题 但在2015年国家电网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成功架设了输电线路 这一处人烟稀少 并且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 支柱着当时中国最后的3.98万无电人口 中国成功通电 国家电网实现了这一看似不可能的目标 为所有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 别说是3.98万人 哪怕一个小农村总共只有几户人家 哪怕他们用一百年所缴纳的电费 也收不回一条线路的成本 国家电网也一定会把书电线路建到家家户户的门口 从2010年开始到至今的数年时间里 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上 哪怕是高山峻林横更齐上 哪怕是激流险湍西东奔流 哪怕是寒潮低温不期而至 国家电网也从未让大规模且长时间的断电情况出现 我们之所以在前一末话中 已经不知道上次停电是什么时候 正是因为有着国家电网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奉献 不仅仅如此 中国国家电网早已走向了国外 从中国电网变成世界电网 现如今国家电网不单单只服务于中国 还负责保障意大利 希腊 葡萄牙 澳大利亚 菲律宾和巴西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干线能源网络 可以说中国国家电网已经成为了这些国家不可或缺的电力基础 国家电网还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海外代表处和子公司 设备出口更是涉及全球100多个国家 海外供电人数超过11亿人 境外资产超过650亿美元 国家电网与中国的铁路建设不同 虽然都是服务人民的设施 但中国电网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达到了第三位 资产总额达到了41,436.1亿元 在过去的20年里 全球一共发生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和一场余波上存的全球性生化危机 这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但在不稳定中就能有逆流而上的存在 中国就在这20年间的大大小小危机中 稳步地提升着综合国力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让不少国家的财政状况都出现了问题 为了减少赤字渡过难关 就需要出售现有的国有资产来避免政府倒闭 这也促成了国家电网走向世界的机会 2010年国家电网收购了巴西西加输电公司及其输电资产 2012年收购南澳输电网公司 2012年收购葡萄牙国家能源公司 2014年收购意大利能源公司 2016年收购比利时能源公司 列出的只是一小部分 十年不到的时间 国家电网就走进了世界各国 全球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横空出世 中国国家电网一直在做着服务国内人民的事业 但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电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国家电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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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网络